哈喽各位苹果升级医会员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佩佩 欢迎收看今天的Videotalk 结果我们今天呢就请来了两位专家 来跟我们讨论金属年的时候 你要怎么招桃花呢 十二生肖的感情运势如何呢 我们来欢迎今天第一位对谈的来宾 我们秘理专家孟娟老师 哈喽各位大家好我是孟娟老师 那我们欢迎第二位呢 就是有真人纳美封号的立音贵 嗨大家好我是地表最高177公分 杜比舞娘立音贵 那我们开门见山就来问一下 2020的金属年 十二生肖呢 有哪些生肖在感情运势特别好 首先呢跟大家介绍感情运势很好的前三 首先呢第一名的就是生肖属猴的 有贵人心出现了 那所以呢单身的就有桃花孕了 身边容易出现优秀的异性 好主持人打岔一下主持人属猴 所以我非常认真听 好那第二名呢 第二名呢是生肖属龙的 因为呢属龙的太岁啊 正好是地支是山河 代表她的运势良好啊 那人际关系跟事业都很不错 而且她的婚姻宫哦 有质得贵人来助手 能够带来好的感情运势哦 那第三名呢就是属牛的 那因为属牛的呢 婚姻宫有这个太阳心 这个吉星啊进驻 可以催旺感情的运势 那带来好的桃花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请问一下老师 感情运最不好的前三名 感情运势最不好的三个生肖 第一名的是属猪的 因为呢其实属猪的在去年度呢 它是一个行客太岁 半太岁啦 那今年虽然是说没有 但是它还是属在低潮时期 那第二名的呢就是属马的 因为属马的啊 在2020年呢 其实是有一个行冲 这个2020太岁的部分了 所以运势呢 当然就是不怎么好 好那我们接下来还有 就是生肖属羊的 其实属羊的整体运势还不错 不要意气用事 凡是做决定的时候呢 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免的后悔 那我们问一下英贵 你是怎么样就是自己 掌握这个感情的运势呢 其实我觉得跟心情有很大的关系 觉得心情好的时候 你觉得什么运势都是好的啊 但你有没有一些什么 昭桃花的小秘技 必杀技 我会在外形上 会做一些比较记忆点的装扮 像我有在运动的习惯啊 像然后跳舞啊什么的 我觉得穿贴身的运动服 也会让人家很有记忆点 然后香水对我来说也是一个 必须要拥有的武器之一 因为而且我觉得要 一直都是这个味道 香粉记忆 对就是不要乱换你的香水味 就连我坐计程车 计程车都会说 上次我是不是在过你 我记得这个味道 对我觉得香水很重要 就是记忆点这件事情很重要 可是有记忆点 然后我是喷在衣服里 其实每喷香水好像就没有穿衣服的感觉吗 对就一定要 我要出去打仗了 可是没有武器 没有带枪 是 这种感觉 那其实如果在卧室里面 就是有没有什么 昭桃花的小秘诀或小撇步呢 喜神啊 就是九子 九子又必心啊 它是在西方 还有一百的贪狼心呢 在东北方 所以你只要掌握这两个方位 然后就可以在你的卧室里面 昭桃花 我们在这个方位里面 刚刚就像跟大家讲的 要放上鲜花 但是呢 如果是凋零的时候 一定要赶快换起来哦 我们希望找到另外一半吧 所以最好放个双人枕头 在枕头下面放红线 而且要打两个结 同心结 对 同心协力之意 我们今天谢谢两位 秘密专家与真热纳美的 招桃花秘密的分享 希望呢 2020金属年 大家都可以找到 理想中的另一半哦 谢谢大家 我们的Videotalk 下次见 谢谢孟哲老师 欢迎订阅 这个星期间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